請你請坐 各位 同心大家晚安 大家好 第一次上課有很多人 你們是特別班 在保證班這種叫保證班 這比較貴 來 要上課以前我先問一個問題 拜託你們大家的眼睛都開一開 把眼睛閉起來 不要偷看 會比較公道 你聽得清楚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再說一次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這句如果對的 別說話 這句如果對的請你騎手 你們很愛台灣 兩個人騎手而已 把手提金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對 對啊 再一次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對他騎手 手放過來 我 我再說一次 騎手 差不多百分之九十都騎手 來 我說這句話 等一下再跟你說對不對 聽清楚 對 對 國兵飯店 國兵飯店 藏著國兵飯店的人 再一次 國兵飯店 是藏著國兵飯店的人的人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幾位如果對的你騎手 如果不對的你騎手 我說這幾位不對 好 好 很奇怪 這幾位 你知道說不對 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 你說對 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 我跟你說 我這樣覺得我早上自己的生活都白胸 我告訴臺灣這個土地什麼的 日本的靈魂 還有日本的 日本天皇的 哪是臺灣人的 你聽不懂 所有款是日本天皇的 所以在政治上 在佈大上面跟你說 你講說對不起我忘記了 我要講北京話才對 我剛剛那句話就是說 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對不對 對 你看 多聰明 上校就是上校 對 我以為你聽不懂臺語的 會這樣聽嗎 會這樣聽嗎 好啦 好 很好 我要跟各位說 我們在臺灣這一塊土地上面 很多的政治語言 太多了 所以臺灣人頭腦都會不清楚 人家跟你說 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 你想說對 我住在臺灣 當然我是臺灣 臺灣這塊土地 我臺灣人的臺灣 但你不記得 馬英九他也住在臺灣 對 也是亂 不不也是亂 我告訴你也是亂 這句話 最大的矛盾點在哪裡 就像如果你跟日本人說 日本是日本人的日本嗎 No 他就你說沒有 天皇的 天皇的 天皇有所有權 然後 有管轄權的是 日本政府首相 所以 我們在臺灣 現實的 臺灣的政治情況就是 政治語言非常非常的多 因為有這句話 可以跟你演變說 你如果不投給民進黨 你就是不愛臺灣 你就是臺奸 過去 很多人 包括我在裡面 給這句話 像是一個 一張大的帽子 戴在頭上 拿就拿不開 一張的情況之下 當然 會影響到我們去投票 說到投票 我請教 印度 這個國家收容了 西藏的流亡政府 我請教你 西藏流亡政府 在印度 西藏 印度的人 可不可以去投票選 西藏的總理 可不可以 當然不可以 那請問你 為什麼臺灣人在選 流亡中華民國的總統 為什麼 被騙了 被騙了 你終於了解被騙了 沒有錯啊 是被騙啊 所以你看 你看 你看 我們臺灣人 他心也不太一樣 臺灣人 他想說 這張票 如果我沒有把它抖下去 他去給中國拿去 因為 蔡英文在選 以前不是這樣跟我們說 你不投給蔡英文的話 馬英九會把臺灣交給中國 那黑鯉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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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鯉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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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鯉� 你現在才了解 不會還可以振的 都不答完 你說 都不答完 不然你怎麼知道 你一邊怎麼以後來這裡收分 副集中啦 季宏啦 各位 這個就是為什麼說 為什麼我們說一定要來修復 你的生活旁邊絕對腿子免得很多 不是只有腿而已 你如果說他還跟你說 你會鄉親 你看我以前 上台人你說 你母母你是騙主 我聽到這種話 以前我是非常生氣 現在我沒想到 他騙主很好 騙主就是馬英九跟陳水扁加起來 我變成主比他們兩個更大 人家說子曰孟子子子 孔子啊 對啊 我聽到這樣我心安了 但是呢 各位 雖然是 紅媽 但是我也覺得說這條路一定要走 我今天要跟各位說的就是說 你在這裡最好 你要學的是什麼 要真理 你經常跟我說 欸 啊到底會成功啊不會啊 會不會成功啊 會不會成功 會 為什麼 為什麼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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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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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這句就對了 有剋刷啦 有剋刷啦 那目的是什麼 美國 我告訴你 有很多人 尤其 這些獨牌 所謂大老 有一個人最電型叫做姚家文 他怎麼說呢 他怎麼說呢 林志昇說的美國軍事政府在哪裡 我沒有看到 其實 他不是沒有看到 他 不懂得 什麼叫做美國軍事政府啊 阿扁 小伯娘 豐盛那一關的時候 他有說二千零六年的六月二十六號 那個 ST � Hunt Young 楊� paralysis 去总统府对阿扁叫他乞丽 六条拿出来他宣读美国的三个指示 宣布完以后那条线不让阿扁 记一下再拿下再见 那三个指示是什么 你说第一 我美国到今天为止 我们没有承认中华民国 你想想 所有的观众我自己怀疑 包括阿扁包括妈人叫政家的人 真的不知道台湾的地位吗 他都知道 所以 但是他不敢说也不可以说 为什么不能讲 我告诉你 我个人 现在我说的这段是我个人的感觉 就是阿扁他们 可怜 包括妈人叫 美国一定有机会说你要宣誓 你不敢说出来 我相信 不敢说出来 为什么不敢说出来 美国为什么都在后面 一直到2000空浪年十月二世 我们台湾民政府的代表 我做代表去告美国 告日后 美国派代表来和我们说的时候 他有说一句话 他说我们本来要骗你们台湾 不是骗 我们要掩盖 美军占领这个事实一百年 但是没有想到六十年被你们发现 我感觉这 我当然我不相信 那个相命 我没相信 但是呢 我感觉这冥冥中 有注定 其实 台湾人也失态了 我们总理在我们上課的时候 有跟我们说 228 1947年2月2月2月发生 发生的时候 国民党两个军团 在台湾 看到人家就开床 开床的结果 经过15年 在1962年 在省议会 那天有一个省议会 咨询的时候 人家问他 警察的 警察总署 署长跟他们问 到底 你户口普查 有户口没有那些人的 有多少人 他说12万6千 你想想那天 人口多少 600万 我刚刚那些人 那些人 当行那时 600万 600万里面 还有40万的 日本人 那就是640万 你那说12万6千 你知道吗 我丈夫跟你说 在建国神社 在室奉的 那些台湾群 有3万9千 一百名 你那说12万6千 扣掉3万9千 一百名的 去南洋作战死去 这样 算的 也要还有多少 七百万 我认为说 正客的所持 应该是 七百万 再七八万左右 太奇怪 调查以后 出来领补偿金 这一万多人 我那叫 有一些老先生 你跟我说 当时228发生的时候 是怎样 泰人的 你知道吗 中国军队 中国的军队是 非常不文明 而且 不像我现在要逮捕 你用一个手掌 没有 他要抓你 用这个手掌 扣 烟帅 穿过去 这样 像这种样子 有很多 整个家族被消灭 你整个家族被消灭 你买哪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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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 罗斯福 对蒋介石是很不错 签了 开罗宣言以后 罗伯亚 1945年 8月15号 日本投降的时候 罗斯福有跟蒋介石讲说 这样子 你中国派十万军人 去琉球登陆 我把琉球还给你 当然 罗斯福他不懂得国际法 那是不行的 他这样说 蒋介石说 蒋介石他怎么想 他说 我都没打他派的 日本人 不是人 很派的 我派十万人去 他叫他抬了了 他说 我不要 罗伯亚 罗斯福跟蒋介石说 派五万人就好了 蒋介石也拒绝 这历史上有记录 他的原因 为什么罗斯福他不愿意去 亲自去占领琉球 跟台湾 我们现在他的机密都显现出来 他的原因就知道 日本人很凶 很凶日本人 我跟你说 台湾在日本航行的时候 台湾这堂上有两个关东军 关东军是什么 是日本在中国上海共的部队 关东军 两树在台湾 这两树本来是打算 美军决议使得 那个时候 日本时代 我相信 如果有二年在那个时候 他都知道 那时候对学生都是 教育都是说 美军真派美军真凶 但是这次他一定会改变 因为这次说 会强 会唱 会唱 对女生啊 会胸甘 所以大家都说 我一定要赞到底 因此呢 不要说 酒改酒 罗斯福也不想 登陆台湾 是六倍啊 因为 麦克阿瑟 那时候在签 一般命令第一号 1945年9月2号 那时候 因为开罗宣传那时候有跟说 啊这样好 要向台湾 高兴 中国 那到1945年9月2号 那个时间点啊 美国 他们的态度真的是这样 要高兴 但是你不能忘记哦 我们在这里最后我们有说过一句话哦 占领不得移转主权 有啊 占领不能移转租款 所以占领 这个土地不能移转主权 就是什么 不可以割让 这是什么时候 国际法在什么时候开始的 1830年到1840年那时候 就是 那个那个拿破仁时代以后 这一个国际法才规定出来 不然以前 两个国家建政 这种对方的领土 和占领的时候 就变成他的 叫做併吞了 这个叫併吞 但是国际法到六月了 规定不可以 因为国际法有这样规定 所以全世界这些 扑扑扑地生出来 很多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那些 刚刚结束的时候 六七十个国家 变成今天的194个国家 现在有194个 因为 占领不能移转租款 就是我建书 不好意思 只能帮我换政府 为什么会成立民政府 这是我占领君 去给你占领 你原来那个政府我不喜欢 我占领台地的人 重新组织一个新的政府 这个叫做Civil Government 叫做平民政府 或者民事政府 简称民政府 美国的憲法有规定 建政一开始 USMG就是美国军事政府 马上就成立 就是 各国的建政 还是国来的建政 都同样 它憲法有这样的规定 不是只有美国这样的规定 有很多国家的憲法 都有这样的规定 只要一战争一开始 USMG 美国的军事政府 马上成立 US当然是美国 Military Government 美国军事政府 就成立了 现在又来 我有跟各位说过 在战争的危机 是不是这个战争的时候 台湾在跟我们派的 都是美国 中华美国 从来不必派一只飞机 是不是一个人 定路来台湾 跟日本人准备 没有 从来没有 这建政法有说 建政法里面 没有一个 打赢或者打输 Win 或Lose 没有 建政法里面 只有一只 勘贵 征服 说得很好听 我去征服谁 我打贏什么人 叫做征服 你记得 征服者 在战争法里面 征服者就有占领权 征服的人 那你没有征服的话 你可不可以有占领权 不可以 但是可以代理 今天 美国 跟日本打仗 美国已经征服了日本 他可以把日本 分成好几块 叫他的朋友 叫他的邻国去占领 先向德国 德国 当时建政的时候 美国 英国 法国 苏联 那时候苏联 都去占领 你不知道要再会记得吗 我们不要去看电影了 美国 在最后 要进入德国的柏林的时候 都在拼速度 苏联也拼速度 谁先到达柏林首都 奇怪 那时候是 德国已经输了 那你为什么还在赶时间干嘛 这个是要争取 谁是主要占领全国 叫做principle occupying power 谁是主要的占领全国 所以 美国先到达柏林 所以在战争法上面 他们就大家协商 美国英国 跟苏联就协商 而且美国跟英国 把一块土地让出来 让德国去占领 你有没有记住 我跟 我长有跟你说过 法国 因为 去到帝国占领 法国的政府 流亡政府 跑到伦敦 叫做French London French 国家的名字在头前 后边伦敦就是城市 这是法国流亡政府 在伦敦 比利时也被德国占领 他也一样 跑到伦敦 叫做Beligian Exile Government in London 这是各位 很主持 中华美国 在这个国座的组织 里面 自己都用什么名字 Chinese 台北 那个不叫中华台北 你如果英文表面上 就是说是中华台北 不然就说中国台北 no 不对 那个叫做什么 Chinese Exile 流亡政府 政府 in 台北 中国 流亡政府 在台北 不可以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流亡政府 一定会在一个城市 他当时在1949年12月3号 对外有宣布 中华民国迁都台北 他没有讲说迁都台湾 这是国际法 所以 中华民国 也有一些国际法的专家 但是他为了要骗台湾人 不需要让台湾人知道 其实全世界老早就把它规定好说 你如果流亡的中华民国要去参加国际组织 一定就是用Chinese Taipei 一定是这个名字 没有其他的名字 如果说用什么台北经济文化什么处 那个都不对 所以 Chinese Taiwan Chinese Taipei 台湾这个名词你绝对看不到 但是你看到的是Chinese Taipei 事实上Chinese Taipei意思是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 全世界都跟你台湾人说 你台湾人看不到听不到 我也很惊讶 Chinese Taipei 这个名词 我开始说 我差不多五年前 我是发表文章 我发表的时候大家都说 这怎么可能 但是经过这两年来 大家开始说 这个Raja讲对了 所以你看 全世界老早对你台湾的地位 已经给你定位清楚在那里 但是你台湾人不知道 老早就跟你说 这是流亡政府 你不知道 其实 全世界有很多的国家 挥洪占领 但是老百姓 比较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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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选举 叫做民主 有选举就是民主 选举 选举当 波罗的海三小国 所有老百姓 抵制选举 结果投票率不到30% 算出来总统 波罗的海三小国 老百姓说 那个不算 那个不是代表我们波罗的海 三小国的人民 所选出来的总统 那个不是我们的总统 他们的民政府 他们也有民政府 他们也很聪明 组织民政府 自己办选举 投票率百分之九十几 他们选择后 全世界只有什么 承认 连苏联 那个时候苏联也承认 这个国家的老百姓 自己如果会抵抗 抵抗的时候 全世界会给你尽重 所以现在不是只有全世界 没有尽重台湾人 是不是看不起台湾人 这是我们的鼻子的所在 让看不起台湾人 不是说让看不起台湾人 又让他照顾 我有讲过 你把他照顾到的时尽 你没有偷让你走路肯 你路肯率赚他三十块 政党就赚他五十块 政党就赚他五十块 因为大家的头部会想 我如果没有选 选择他们 没有选民进党 没有选择国民党 要选择中国吗 你选不贏他 我告诉你 是怎么选不贏他 你说他做票 你没有正义 但是有一个地方 我告诉你正义 给你听 台湾有几个人 含那些西中国 在台湾有几个 两千三百万 对不对 对不对 选委会公告 有投票权的 有一千八百零八万 就选委会公告的 他们脑袋不会响 没有投票权的 就是零 从刚刚出台的零岁 一直到二十岁嘛 你看看一看 台湾的人口结构 现在平均可以多七十几岁 零岁到二十岁的人 你按照比例去算 有多少 六百五十万 两千三百万减去六百五十万 是等于多少 一千六百多万一千七百万 那哪有一千八百零八万 国民党不用自己算 我跟你说 你努力了 你气势努力了 他老早就 灌一百五十万票在那裡 我说的有 有家人你自己去算 你都很聪明啊 我说的都属实啊 民进都不知道 不懂的 根本这种的 哪有你选去 你自己骗啊 你多少钱 你就是说国民党 现在你自己买票 钱给你这样 他没那么傲了 他现在怎么算 你不知道 谁跟我说 美国是要跟我说 你欠钱嘛 增加欠钱嘛 来 一票给你三千 你老几票 都算给你 都现金给你 叫什么 李党内法 法法呢 跟选记前那一天 他跟你说 我 十分前收拾来 嫁到我这 不要去回票 特别对历识 有本土台湾人的心的人 他自己买票 这种买票 你我都差吗 你我都差 所以国民我会跟你说 台湾人如果继续再选记 台湾人可以自寻死路 不求了啦 真的不求了 但是外公党 现在外公党 现在外公党就跟你说了 你都没够合作 你都没够团结 我们没够合作吗 没够团结吗 二月八 手牵手 我妈妈八十几岁 就叫我要牵手 对一个人不是 这样没够团结吗 没够合作吗 每一次 人家去发动说 要去走街路的时候 大家在哪里走呢 走到两天 回到他就同样了 有效吗 哈 你去走 你做你去走 妈英雄在他们家里喝咖啤 不好嘛 你找妈英雄 找中华民国 你去给他思维 找不到人 你要找什么你知道吗 你要找什么 你找到你知道吗 要找美国啊 你老板不想找 你找新路 没有 你如果在工历 你做工 你说我身权你怎么不够 你要找什么人抗议啊 把你的公投抗议 对吧 把公投说我罢工 你罢工一百倍也没效 你要找什么人罢工 当事长啦 台湾这个管理 是什么人管台湾 是中华民国 代替美国的管理台湾 所以如果要抗议 要找什么抗议 美国这么多话 你看看 台湾民政务有五次机会 每一年一次 都去AIT 每一次都去AIT 给我们接你 你知道吗 他的发言人 就是他的副代表 其他的独牌 台湾联名 什么问题 什么民政务 那些人 如果去AIT 去抗议的时候 他派三人找你接你 你知道吗 所谓 我就要他去 黄昭堂有一次就是这样 他跟他说 他怎么就说 他怎么说 他怎么差那么多 黄昭堂本人去 叫媳妇去收他的抗议书 回去我给你保证 看没看 就等掉了 但是 我们民政务去抗议 社会 他不敢秦秦才 因为我们法律 你好大 你叫媳妇出来看看 我们每一次 如果去AIT 都这样 第一 先送他会 我们都叫一个女同志 穿着水当当 会很大会 先送他 先离后兵 送他会 以后 我们要给他 抗议什么 再拿给他 包括 这五年他说 你不能再叫台湾人做兵 你中华民国的部队 你不能买他 中华民国的部队 中华民国部队的路 要消除 有 那时候我们去做 今年 四月二七 我们要再去 我们要去两个地方 第一 第二个地方 要去日本交流协会 这边去日本交流协会 各位 你如果有时间 你也可以来参加 四月二七是礼拜五 为什么四月二七 应该交流协会 应该四月二十八号 二十八号 二十八号就是 旧基丹和平条约生肖日 但是 生肖日在礼拜六 你如果礼拜六去 他都没有上班了 他有上班的时候去 这边要去的时候 要跟他说什么 第一 因为二月二十八号 我们就拜托日本的参议员 山谷 哪里设 这个议员 哪里设 这个议员 向日本政府提出说 到底日本政府 你有台湾行和 中国 中国 也没有 只是放弃台湾的 什么东西 三月九号 刚刚上礼拜 日本政府回答 他说 照古金山河边的二条米 日本只放弃台湾的租款管理 就是放弃台湾的管辖权 但是对台湾的地位 日本没有单独说明立场 日本没单独说明 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立场 到底是什么 谁让他没有单独说明 台湾这块土地的立场 为什么 因为23条 美国是台湾这块土地 主要占领全国 日本要表态 一定要什么 问美国 所以因为 3月9号 这个说明 让我想到说 2010年9月8号 我们在华盛顿DC四季饭店 举办 庆祝酒会 民政府成立的酒会的时候 美国三郎那两条党 欧巴马在宣誓 一条是日本的香港的二重桥 没有讲任何一句话 因为这两条党 他说拿给你们秘书长就知道了 我想整天哪 谁是秘书长 只有我呢 只有我呢 我因为是秘书长 我发言说 诶 普通是我在写的文章里面 就已经隐藏着台湾的地位了嘛 只有我在乡 跟各位说的 1895年 4月17号 日本叫做下官条约 中国叫做马官条约 大清大皇帝 跟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 签订这个条约 用台湾的周边群岛跟澎湖 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 所以台湾澎湖这两个土地 的所有款 由日本天皇领友 领友 因为这是一个殖民地的关系 殖民地可以割让 你若这些土地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就不能割让 只有亲像 韩国同样 韩国 他的皇帝跟日本的皇帝簽的时候 他会说 我将韩国永远割让给日本 不行 万国公法有规定 他将韩国的管辖权交给日本的天皇 所以日本天皇才有韩国这个土地 这个土地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但是这个教书里面说得很清楚 日本天皇他说 台湾和朝鲜 两个已经受到日本政府管辖 那么多年 老百姓的生活习惯 语言差不多跟日本的本土都同样 因此呢 他说要让台湾人参政权跟参战权 这里面是参政和参战 这两个因素 你台湾人有参政权 还有参战权 你台湾人这个土地就变成 含日本的土地 国土黏着的 本来是两间不一样的公司 现在联合在一起 这有很多证据 本来台湾这个土地 是日本天皇 殿命总督 来这个土地管理 但是这个土地 如果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这个总督就不必由日本天皇 任命 而由首相任命 第十九届 台湾的领导人 安藤立吉 不是天皇任命 喜相 首相任命 所以这一个人 最后他不是总督 他是什么 他是知识 低俗 所以台湾过去历导都要解释 叫国序 安藤立吉 东西 减第十方面军的司令 第十方面军就是琉球跟台湾 那一天 同样一天 1945年4月1号 美军啊 登陆琉球 琉球 第十方面军 玉翠 玉翠是什么 全部阵亡 很了不起 我有看到这段 会替日本人老外 你不知道 电影过去有很多 在琉球 很多学生 女儿的学生 因为他的广告就说 现在美军登陆 会去跟他们攻勘 他们都在跳悬崖 只有一个条 所以我跟日本人说 现在这日本人来 我都跟他们说 我说你们这日本人 已经不是 你们已经不是日本人了 只有我们台湾人 才可以称为日本人 我们还有那个精神 精神 你们敢有 你们带已经破掉了 你们不敢说话了 我没有跟你骗 日本人来自我们这 我个个把他 面子洗得清清清 他都自己承认 因为我问 我们到底错在哪里 日本人说 我们错在哪里 我错在你们的翻译 我说你黑白翻 没错 世界上出一本新的历子出来的时候 日本的翻译 第二天就都有了 但是我黑白翻 可别说 我告诉你们 The people of 台湾 和The people on 台湾 你就不要翻了 The people of 台湾 你翻译为台湾人 The people on 台湾也是翻译为台湾人 其实这两种台湾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顾美国 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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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法院的判决 对的 对方 对方 他如果给我们过 他要放弃抗辩权 不要说在美国 在台湾就好了 如果还有某个人 他说我放弃 我放弃 我放弃 我不辩论了 知道什么意思 认错 认错 表示说 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 高等法院的判决 都是对的 他已经没有话来讲了 所以最高法院 你知道美国的最高法院 是要用条件吗 一年啊 大概有150件 我们没有被他抽中 我认为是政治上 他故意不抽中 不抽中 没关系 他给你担心 担心 担心 我刚才在这些廟棠 演技的这些 台湾人也好 中国人也好 哦 那个官司输了啦 担心了啦 担心了 担心了 看着整个担心 不是担心了 这是什么 美国的司法制度 这是 待审 等待审理啦 所以这两年啊 美国的参议院 和众议院 常常都有 参议院和众议院 要求说 Rudio控告美国那个案子 应该拿出来重审 我你在这儿啊 但是美国行政团队 有照 判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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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 我们的请求啊 协助原告 他们的要求 所以2010年11月6号 美国国务院协助我们 台湾民政府成立内阁 跟参议会 你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奇怪呢 我们的报照都没看到 有关台湾民政 都没看到 这次都没看到 为什么 因为台湾民政府的诉求 会成功 中华民国一定要得到 所以他不让你出现 你越出现的越慢 中华民国 就能够多活一天 啊为什么 台独 他可以让他出现 民进党可以让他出现 为什么 因为他永远没有办法 也不可能推翻中华民国 没办法推翻 我让你每天都在叫 台湾独立啊 让你去叫啊 让你去说啊 不行嘛 我们的行 他不让你说 你就了解说 为什么 是怎样 台湾民政府的诉求 在台湾的社会 没有办法被出现 但是 我们的成功 是怎样成功 全世界都同样 你如果说的是真理 你说的是法理 到六位啊 一定会遵循这个法理跟道理 因为我们DNA是什么东西 我们的DNA就是 尚致本天空 美国占而已 我们的DNA就是这样 我都改变吗 没有办法 除非再打一仗 不可能啊 怎么打 中国 金派 中国跟上党吗 我如果跟你说 中国的武器 跟美国相差最少50年以上 我不晓得你相不相信 我相信台湾人你怕什么 美国一艘航空母舰的造价是多少 59亿美金 中国一艘航空母舰的造价是多少 2000万美金 这需要 我相信 我相信 中国 她的航空母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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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要用 弄台湾人 所以她的航空母舰 她的航空母舰 她的航空母舰 擦的很漂亮 你知道那些航空母舰 没有引擎 你知道航空母舰 制造引擎要怎么做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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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母舰要创要制造他的引擎 引擎很大粒 不做准的衣装 准是怎么做 你知道吗 跳到两节三节 一节一节下去做 才下去倒 所以他的引擎是 你分开的时候开始下去倒 倒好 才把三节倒起来 还是四节倒起来 他买那些 是可以倒好好的 是什么 因为本来就没装引擎 没钱 本来是 要让他们做海上旅馆 他们买的时候 跟乌克兰买的时候 是香港的生意人 他买的 投标 2000万美金 买之后 只为 乌克兰 要把他拖回大连 拖多久你知道吗 一年六个月 我拖一年六个月 我拖一年六个月 如果真的航空母舰 不用这样拖了 因为他没有动力嘛 所以他 好像车里面上 用推车那种 那边 好像从北起来 好 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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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半 现在 出来说四行 这家香港母舰 我看到四行 现在四拜四行 每一次四行 那个时候 老早 老早 你就看到四行 冒黑烟 浓浓的黑烟 你覺得看到航空母艦 美國的航空母艦在冒黑煙 有沒有 有沒有 不知道怎麼這樣 冒煙就會走 總共那隻只有一隻 只有一隻而已 冒濃濃的黑煙 我跟你說 那隻是真的在打我們台灣人 我告訴你 F22之後 F22美國現在有185隻 那中國 現在有兩隻 放在成都 這兩隻 比美國的F22 F22 跌差不多1.5公尺 是怎樣 因為比較大隻 跌比較多對不對 要健身這樣比較好對不對 要讓打比較簡單 怎樣 他沒有引擎 他的引擎就要去把蘇聯偷貼 把蘇聯買米格 33 那種的 引擎拿來把它倒這麼平 那引擎本來很大顆 所以他的肌體比較大 美國師傅跟我說一個笑話 他說那隻 那兩隻 一隻 都在這裡 在那個程度 在試飛的時候 拔起來 沒有不對 引擎 但是 有一個紅點 它的引擎噴出來 那個紅點 在雷達上面看得清清楚楚 你說這是我們的靶心 就是米格要打 那個靶心 兩隻 戴旭 有一瓶文章 你給他看看 他自己滾開了 因為我們中國啊 講說我們武力有多強 可是我們的沒有一顆引擎 是我們中國製造的 一顆都沒有呢 還有一個比較嚴重的 中國的酒油 可以供應多久你知道嗎 一個禮拜 建政喔 一個禮拜打了說 暫停 我還沒有石油 還沒有補充到 有可能 我跟你說喔 所以我們不用怕 你不用怕什麼 我就想不到 當然在座你不會怕 人家在台灣人很怕 我們很支持 我們的民政府抗議美國 讓我們台灣人不用做兵啊 那不是馬英九的功勞 不是呢 這阿比的時候就開始了呢 他就規定說 你不能再爭兵 如果他繼續爭兵 我們就要告他了 你怎麼可以爭兵 我台灣人為什麼要當兵 我是你的占領地 你叫我去做兵 我要效忠誰 我們被占領 我們沒有效忠的對象 我們當什麼兵 為誰打仗 我們當然不會為中華民國打仗嘛 不用做兵 你在賣中華民國武器 我台灣人付錢 怎麼有人這種呢 不對耶 所以中華民國很愛將 中華民國跟台灣 黏著會 跟你合著會 所以這個蔡英文 我覺得他很可惡啊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已經不是外來政權 是台灣政府 有 這幾個是非常嚴重 你不知道知道還是不知道 他也贊成啊 中華民國跟台灣 聽不懂 我們現在台灣人 苦惱的地方 你如果沒辦法收割 中華民國歷史 為什麼 民進黨要選舉 為什麼 你怎麼知道原因 為什麼 他怎麼要選 他怎麼不知道 我們現在說的這些東西 但是他們不知道嗎 他都知道啊 但是他怎麼要選 第一 他是真正的騙主啊 他要選舉 自然就有政治獻金了 蔡英文選舉 有幾隻小豬啊 幾隻小豬 幾隻小豬 給他 什麼三隻 幾隻千隻呢 大家都吃得肥肥肥的 他只有那個小豬自己去台台 就一兩三億耶 還有一個很大的 一票給他 你那三十塊 六百零九萬 一億八千萬 一億八千萬 什麼人知道 他有拿出來 他有看過 所以他說蔡英文 把那個 一億八千萬 拿出來自己 官吼民進黨還是 拿出來 有沒有 沒有耶 還有那個 其他的商界的人 怕他動選 把牌麻痹的 那多少錢 所以他的選舉一次 他會賺多少錢 其實民進黨的成立 是蔣經國協助民進黨成立的 有一個玉山周報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看過 有記者 中國人自己寫的 一直圓山飯店成立的過程 從頭到尾 蔣經國全面掌控 差一個實況轉播而已 圓山飯店什麼人的 國民黨的啊 你可以在國民黨的野家 去成立民進黨 那民進黨 國民黨沒有同意他的話 他有辦法嗎 真正厲害的地方 這還不是這裡 他要成立喔 來 我幫你協助 我給你錢 當時 他派人去參加民進黨 給你錢 給你人 這些人到後面就變成什麼 新潮流 所以新潮流 在民進黨裡面所講的話 你會覺得奇奇怪怪 新潮流 他掌控民進黨的錢 阿扁你做總統的時候 新潮流 所有的人都在 可以探錢 可以去 拿那個 額外錢的部位去做 就像青潮什麼 台藤 中 當事長 邱毅人 吳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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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面在外面 一半是 數幾千年 什麼人有那個錢 洪其昌是去中國做生理的 洪其昌當年 蔡英文派他去美國的時候 第二 差不多第二天第三天 我就已經知道了 CI就跟他講了 我在我們這裡上課 我就宣布了 記者有去問了 後來他自己承認了 他在上面表演 我們看不見 真的看不見 心潮流有記憶後 他開始想要 全台灣這所謂的精英 什麼是精英 形象比較好的 到的程度比較高 你看心潮流 如果加一個人 幾乎他們都不會辨解 怎麼說 給你錢啊 你選不住也給你錢啊 台灣人很沒力氣 所以 歐多神秘 他說 日本 那是第三天的 民政長官他講幾句話 統計台灣很簡單啦 台灣人的個性三個東西 弄清楚就好了 愛錢 怕死 愛做官 當然這三天 是這三天 所有人都一樣 但是不像台灣人 這種形的 他是不是心潮流 我不清楚啦 不過呢 他讓心潮流包圍 去年前年的八月 美國有跟我說 叫去阿扁說 你不要把錢賄回來 他把錢賄回來 國民黨叫上跟你拐 我去跟他說 阿扁怎麼說 當然我以前 我去 這個以前我跟阿扁 去過四百年了 但是那一遍 我是跟阿扁說 去高雄 我因為 我不要把錢賄回來 我特別帶我們的副主席 阿扁做他去 他不要聽 七八月 回回回來 你說你沒有貪物 你錢回回來 你回回來 表演什麼意思 政務阿 你回回來 有幫你幫忙嗎 叫上乖 事後阿 甘水米 的家庭 再來你跟我說 可不可以 我再去幫忙 抱歉啊 我只能幫一次忙 美國如果不說 我是要幫你幫他們忙 阿他的關多久 這個沒有啊 這八年絕對自己關他到地 阿如果關他什麼 會回到台灣喔 不在台灣啦 我跟你說 絕對不會回到台灣 還是那年另外的一回事 但是不在台灣 我知道啊 我知道啊 哪有要幫忙 我會要幫忙啊 他自己不接受啊 他們好像那時候 旁邊的人把他塞弄啊 幹嘛 你要選啊 你一定會選上的啦 我才有跟他說 我在他選條 他也不會讓你做到尾啦 果然沒錯 我說的每一句話都對 選條啊 做頭沒有 四分子也沒有 現在才來講 我哪有可能去參 美國也已經 你看看喔 這個中間 美國那邊的 會檢察官也有派三個來台灣 你不知道會記得嗎 在那個時候 美國有安排 照道理來說 阿扁是這個 不能關在台灣 不能被關在台灣 理由是什麼 阿扁是代表中華民國來佔領台灣 這個在英文上面叫做 high commission 是總督的身份 總督的身份 馬英九也是總督啊 你總督不能關總督 這個總督如果犯罪的話 應該是由美國國王部把它帶到美國 去接受軍閥的審判 要關在美國 法理上是這樣 所以那當時 我拿阿扁的審 控訴狀我審 某種軍事政府拿出來 那時候軍事政府借口 他說我送錯地方了 其實我那當時應該送去 上去USMG USM在美國的國王部 你有看到嗎 針對林志生頂人 控罪案 三點說明 阿扁加油 加油王 不知啦 如果你看林志生 那個忙碌很多 所以到現在為止 到六月了 我就已經下定決心 我不接受採訪 我也不願意在報紙上出現 但是組織又很出名 我們的總理 一名文書 結束ROC 我看一張 我怎麼說 因為尤其兩三年以前 自由西部 總編集白卡電話 他說 很抱歉 我們裡面有規定 我們是支持中華民國 所以你的文書 我不能幫你頂 他說 但是你可以介紹 你的朋友 內容跟你比較差不多 我來頂 我有給他介紹 所以 我們的總理 那批文書 一個出來 我真的走一條 我放在頭一條 結束流亡ROC 原來是 他們社長福人 看到這批文書 說一定要頂 他不知道有聽到什麼 事情 我相信他都知道 因為我們越來越接近 我們開始申請 護照 我們這個護照 是什麼護照 你知道嗎 跟流球一樣 杜勒斯底 1951年9月8號 要簽那個條約 要簽那個 和平條約 他前三天 他有一批演講 他發明一個名詞 他說流球 到今天為止 日本政府仍然有殘留主權 好奇怪的英文名詞 但是你知道嗎 他是 他是 國務卿啊 他講的話 當然是 就是歷史上的文件 像親像 齊田茂說 他說我日本沒有放棄台灣主權 只是放棄台灣的主權權利 還有主權義務啊 這個主權義務就是什麼 殘留主權 已經講過了 流球 對日本來說 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台灣對日本來說 因為已經1945年4月1號實施憲法 所以這個土地已經變成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地位跟流球一模一樣 說一個比較簡單的 像美國國防部跟我們說的 我美國跟日本打仗 而你台灣是日本的 如果台灣我要去處分的話 我要跟誰談 跟日本談 有簡單嗎 很簡單的邏輯啊 有的人看不見 這次就說 要加入聯合國 不去我就說 理由幫你想出來 回來台灣 他要跟你說什麼 中國打壓 中國跟台灣有什麼關係 這次有什麼事情 做得不好就中國打壓 我們進不了 那些衛生組織 中國打壓 很好用啊 這次就說中國打壓 我看中國人也很鬱吹 我沒跟你騙 溫家寶自己說喔 做一次說而已 記者會說啊 自從台灣被割讓以後 我們就不能去台灣了 他自己說而已啊 頭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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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開場合說 自從台灣被割讓以後 什麼叫做割 什麼叫讓 已經給人了 給人了 給人了 這間房子給人了 你現在要跟他討 不可以 當然不可以啊 我跟你說一句 這是法律上的用詞 跟用語 你聽清楚嗎 我這裡 我去買這張彩券 這張啊 我如果這張彩券 丟丟 欸 我要分你一半 這張 再說一次 給你看喔 我有這張彩券 我如果丟丟 我要跟你分一半 丟啊 還沒丟你 啊再來 又一句話 我跟你說 明天 我來買彩券 啊 如果丟丟 我要給你一半 好 數天以後 丟丟啦 丟五億了 這兩種的情形 第一種的情形 第一種的情形 我賴皮我歪本了 這種的情形 我問你 哪一種 在法律上有罪 哪一種無罪 來 我來問看看 頭一種的 有罪的 你丟手 我手放一下 這樣是嗎 你們分兩邊喔 這邊都丟手 這邊不要丟 啊第二種 有罪的請你丟手 你不丟手是什麽意思啊 蛤 猜嘛 我講一次 給你清楚 用幼的也要幼 不可以 我最好的 都黏黏 很黏黏的 我很寂寞的 我有一張彩券 我跟你說 明天如果丟到 我要分給你一半 這是第一種情形 第二種情形 我跟你說 我明天來買彩券 後天如果丟到 我要分給你一半 好 很好 我丟到的 五彩的 這兩種的情形 我現在想說 我不要給它 第一種 你以為說 這樣我有做的 你丟手 第一種 第一種 就是我給你看 我給你看 我不要分你 這樣我有做的丟手 好 手放 第二種 有做的你丟手 好 手放下來 當然有做的 第一種的有做的 有這個東西你有看的 有東西啊 我就不能夠違背了 我這是你說 這是你說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說台灣 在 開羅宣言裡面 建政以後 美國人跟日本人贏 台灣我要行你啦 我問你 在他說要行的時候 1943年12月的時候 台灣這個土地什麼 日本的 日本的 對不對 美國跟他說 我要將台灣這個土地來行你 不是他的東西 他可以說要還給你嗎 那如果可以的話 我告訴你 你們要來總統府的嗎 我名字給你了 那有效嗎 沒有效 這是法律上的名詞 很簡單啊 各位 你聽到嗎 所以開羅宣言 Decoration 不是條約 沒有用 它不是條約 路要去就這樣和平條約 簽了 後 在就這樣和平條約 已經 落實了 這個Decoration 所有的事情 你聽到嗎 這個彩卷 現在沒有在我的落地 我告訴你 我如果名字來買 買 怎麼有的我來給你 標示說 沒多 因為那個彩卷 還不是 還沒有買 那就沒多 Exact的 就是這樣 那就對了 你聽到嗎 這樣台灣 他有可能是中國的 這簡單 這樣聽到嗎 那是怎麼 開羅宣言 美國不願意實施呢 我告訴你 美國也很早 他記得 1950年的6月25號 韓戰爆發 韓戰爆發是因為中國 派志願軍 進去朝鮮 侵略韓國 美國為了 中國侵略韓國 要讓他做成屬性 他特別在11月 向聯合國提掛 提出控訴 聯合國通過 中國侵略朝鮮 這是一個事實 因為 聯合國通過一後 美國就認為 開羅宣言 我可以不執行 因為開羅宣言 當時侵略 是已經說 中國不能侵略 戰後不能侵略其他的國家 有侵略嗎 聯合國通過的 美國順帶 我告訴你 一陣子 武修全 周恩來派武修全 率領9個人的代表團 去聯合國控告 同一個時間 控告什麼 控告說 美國侵略 中國的台灣 這個案沒過 因為聯合國跟他說 好 我給你 一個禮拜的時間 你拿出證據說 台灣是你的 拿不出來 他拿不出來 他沒有一天 管舵關過台灣 他拿不出來 他拿不出來 所以美國理所當然 開羅宣言 等到垃圾桶 這國際間 但是美國有說嗎 沒有跟你說 但是他的秘密 兩岸有些 中華美國有說嗎 他沒有跟你說 見拜就說開羅宣言 宣言 是Decoration 不是Treaty 不是條約 Decoration 是一種的Claim 主張 我在建經 建經以後 這個房間 東西要給你 不是屬於我的東西 要給你 這種的 是騙孩子 可以而已 但是 中華美國 是一個國家 不然 蔣介石 他的頭腦有問題 我沒有騙 他在吸毒 今天 那 有記史記載說 蔣介石 是有什麼 美毒 年輕人 算過頭 算到他都打 人家說開羅宣言 也要給他 美國沒有台灣 他怎麼要給他 就像我現在跟你說 我明天來買彩券 要丟到一半 我就還不買了 要掛在天邊 所以 國際上 有很多 像這種的 都給中華民國 變成 一種政治訴求 像像我剛才一天跟你說 台灣是台灣人 台灣 聽得很爽 結果呢 台灣不是你的 因為 你台灣人 沒有所有權 你沒有所有權 你沒有所有權 你秘密說 台灣是台灣 如果台灣是台灣人 就台灣 台灣人都不用納稅 你的還要納什麼稅 你的還要納什麼稅 這個邏輯 不是很簡單 但是這種邏輯 我講 讀文科 我當然不是說 讀文科不好 但是我說 這是一種邏輯 我今天也看一條新聞 很愛笑 說浮為科大 看到外星人 看不到外星人 還拍照呢 照片很漂亮 會動 要停車 好 真好 專家看了半天 說 這是我這一輩子看到 這個最真實的外星人 今天影響的報道 新聞出來了 原來 有什麼 浮為科大的學生人 哪去升 無人飛機 用LED的燈 都在燃 在上面 會停 飛碟專家 這個是我這一輩子 我看到最正確的 會幽浮 這個外星人 本來就是拜訪北部 頭一次到我們南部來 好高興喔 各位 我們現在你看 都是中華民國在演戲 給你看 現在不是只有他演戲而已 我只能說的 旅行也一樣 中華民國頭哪吃好 國民黨頭哪吃好呢 他現在這政對不對 他不要去反對美國 他去宣動民進黨 宣動台南 去反對 你如果反對美國 這樣有一天你會在這政 退雅民的原因 結果現在怎樣 蔡正元 國民黨的 跟你公佈 台灣的豬 是牛肉 的毒 兩千杯 雞 鴨 都有毒 你再說 美國老頭跟你說 我美國有可以吃 我全美國都可以吃 為什麼你独特 你跟台灣不可以吃 歐盟600票 對11票 通過可以進口到歐盟 你台灣不行 這觀念是什麼 反美的背後就是 反對美軍進入台灣 美國 我跟你說 到今年這個以前 最少 聽清楚 最少 一萬名美軍進入台灣 你們這些 拍手是比較反應 什麼 反應 所以他們可以吃牛肉 他們家的事情 你有什麼人 來 我在這裡統計 有吃牛的 有什麼看 這麼多 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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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碗而已 美國如果一萬人來 他們都要吃牛肉 吃到那裡 牛肉大了 美國牛怎麼不可以吃 我贊成他一碗 吃虛虛的事情 你不要買就好啊 但是實際上 美國的牛肉 衛生管制 比我們台灣 共有很多 所以你看 政治操作 一碗牛肉 一碗牛肉 給你訓練台灣人 翻臉 一碗牛肉 打家兩兄 修基修帕 給你做成 反日 那日本人很少 打一個人 背三百萬 那十五個 還一百五十五十三百萬 你不要計算 150 加150 300 我還覺得 對了 我當然 當時那個修基 這要先說 我是同情他 無阿無阿 但是 一個人就以後 發生這種修基 可以創作社会来翻译 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这是国民党一向的手段和手腕 因为我们去日本 我们开始跟日本在做每日日台共同联盟 我们要来签业 30在我们这个地方要签业 日台共同联盟 就是要做commentwares的平台 当时日本协助我们 我们在去年的11月30日 每日军事同盟的海军的会议 我们派人去参加 派人的人 这边日本特別 向美国提出 让我们台湾民主 加入每日台军事同盟 你不用欢迎欢迎吧 虽然我们没有做兵 我们不用做兵 我们想怎样不用做兵 是怎样 美国要来要聚义兵 你都不想 有那样好的美国人来聚义兵 你不知道 你怎样要聚义兵 美国像我们家账 我们账美国来聚义兵 这样好不好 好 你不用负账 不用烦恼 他就要再负账给我们 就叫账而已 所以你认真看 台湾的地位 跟美国的关系 跟日本的关系 你会发现说 喔 身为台湾人 好高兴喔 我没骗你 你又 下一辈子你就想说 我要回来做台湾人 想叫他把我们建议 但是外国回来 那时候美国如果来定力台湾 不然 我们现在国家府不知道 夫妻也被 但是没来没去 日本派那两个关东军 两师部队在这里 日本部队在离开台湾的时候 是 军容盛大 服装整齐 他的正部上船回去 中华民 流亡部队在台湾时 让美国在后面 踩一踩 一踩 踩踩踩 你知道吗 那是 乞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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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看到 那个 沿岸 码头上 在那边 站着日本人 站上 说踩踩 他没人踩下 下来 文件有下 美国人也觉得很奇怪 说你们为什么不下去 看着日本人站直直直 都不敢下船 美国人 这 踩踩下来 下来 下来我们倒霉 下来一腰 从那一天开始 台湾治安全部变坏 1985年8月15号 跟美国的军队进去 现在 这六七十天里面 台湾的治安 犯罪率 零 好像311 发生的时候 海啸发生的时候 日本人 那样整肌 百度夭 夭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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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人 一模一样 我希望台湾有一天 可以回复到 198 1945年8月15号 在 lake 到 Beyonce 中国人人 购壽 一些时间 按钻 六七十天 那些台湾 我会很喜欢那样的台湾 真的是我自己保证 我是论事很好 但是要带领台湾人 要走出康庄大道 唯有我们这个总理 他现在没在这里 我们的总理 到现在 他做一个学者 他做新的 你有带我看吗 你跟他握手看吗 就粗粗粗 我有跟他握手 我都很自卑 我很小时 我到时候稍微看 他不说 我都不跟他说 我就很自卑 我从来没有吃过骨头 所以 有时候听到 听到人来吃骨头 我感觉很羡慕 我是说实在 有这种人来带领我们 我跟你说 这台湾人的 運气到富气 今天 我们也要珍惜 我们也要珍惜 4月6号 7号8号 是我们的27届 我希望各位回去 有机会 鼓励你的朋友来想 4月6号7号 8号 拜五拜六礼拜 这是27届 这是27届 但是从28届开始 对不起我们要调整价钱 不是我调整 民宿要调整1千块钱 变成6千块 所以 到27届是5千块的最后一届 大家要把握 衣装 我名字 我这些就是跟那个 名字的外国 跟那个 桂木树对调 因为我名字 要回去背望 要回去中部 但是明天照相的时候 我一定会赶回来 所以 今天晚上 我也住在家 明天早上一大早我才走 今天的课上到这里 谢谢 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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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一口 分组讨论 吼